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凌一凌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如果是在YouTube上收看的观众朋友 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 加分享 与开启小铃铛 欢迎您在影片下方和我们留言互动 那首先欢迎今天到场嘉宾 第一位是台大学系销售任举正 任老师 一凌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以及政大外交系教授黄奎博黄老师 大家好 还有前海军舰长 吕理师 吕剑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到的是 俄乌战争的最新进展了 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诺夫说 有50万的俄罗斯军队正在包围乌克兰 俄罗斯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要再增兵 20万人到30万人 那乌克兰方面除了需要来自各国的军援 更迫切的是要补足前线损失的人力 那现在前线都已经陷入了兵力短缺的困境 这个时候美国五角大厦还明确表态 反对乌克兰将美元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用在攻击俄罗斯的境内目标 好 这里看到的是俄罗斯军事观察网的报道 俄军呢 扩大了军队的规模 当前在各方的战线牢牢掌握了主动权 而且攻势还在持续 但是另外一头乌克兰呢 现在兵不够 美国一下可以 那一下现在又严禁这种原物飞弹射到俄罗斯境内 好 想请教育老师 就您来看 俄罗斯基他现在这场仗到底该怎么打 这场仗啊 从一开始 我就不看好乌克兰有任何的机会跟希望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 首先我必须要强调 这场仗根本不应该发生的 因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北约东扩嘛 北约经过好几次东扩以后 那普京的话呢 提出多次的警告 这些警告的话呢 讲得非常明确 你可以说俄罗斯人本身对于国土的这个 安全的防卫心理比一般人强 或者说是你也可以讲说 俄罗斯原来是一个侵略别人的国家的人 现在被侵略他绝对不甘心 但是我们世界上的话呢 要维持这个应有的和平是不容易的 那目前的话呢 泽伦斯基他面临了三方面的威胁了 严重 能够拖到今天两年多了这个情况 现在大家越来越明显感觉到 俄罗斯是设计了一个陷阱 就是俄罗斯现在越打越富 越打越勇 然后的话呢 因为他这个国家幅度人口 虽然俄罗斯是大不如从前 但是基本上的话呢 这个他还是有一定的基础的 所以说呢 首先 流量世界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这个 美国这个支持的力道 因为这个美国支持力道 这几天有戏剧性的转变 这个每一件事情 对他都是非常不利的 那这个 首先川普就基本上板上钉钉 眼看的就要当选了 眼看的 他还不完全确定了 然后他提问那个副总统的话呢 针对这个乌克兰问题 他也讲话了 对不对 他觉得说是我们自己 他讲了个例子 我自己都被感动到了 他说我们现在拿上千亿的美元 来支持这个乌克兰 但是我们在夏威夷一场大火象 只要五亿元可以解决 上万民众之间的 这种生活上的居住保障 都这个事都不做 这什么逻辑他搞不懂 那美国人当然反应非常强烈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美国本身的态度转变 然后第二点的话呢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普京 本身的态度 在征兵的问题上来讲 二三十万人的话呢 因为长期来讲 大家都知道 特别军事情动的时期 俄罗斯没有快出正规部队啊 始终是什么瓦格纳军啊 又是这个军 那个军的话呢 那现在的话呢 俄罗斯要进行全方位的战争 是两年后的事情 要开始征兵了 一征兵就二十万三十万 请问乌克兰在相较的情况下 就征到快五六十岁了 我都不好意思讲 我都六十多岁了 难道在这种情况下 要征到六十岁 我想到四五年前还要当兵 那个讲的真的是倾科以堪啊 对不对 就争不到兵了 人都跑光了 那第三件事情的话呢 我觉得泽伦斯基自己现在 明显地放软了身段 他自己觉得说 我们自己啊各方面啊 然后愿意要和谈的话 有些条件啊 他不会坚持一些基本立场 为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始终就是强调 泽伦斯基可能根本没有资格 跟他谈的 因为他的这个合法性都不对了 他的总统任期都已经到期了 那美国现在的话呢 原来的话呢 气势如虹 现在又说不可以用这个 不可以用那个 其实基本上讲穿了 美国也不愿意战事扩大 因为这个战事扩大以后 把欧洲拉下去 美国不在乎 把美国自己拉下去 他觉得挺麻烦的 但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所以美国反反复复了 邹伦斯基心知肚明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料到 这场战争的话呢 会结束的情况 应该就是川普自己直接 找普丁打个电话聊一聊 基本上的复案 然后到了十一月份的时候 我对这个乌克兰的情况 我不会太看好 是 好 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作战 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现在战场上的难题 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就连至关重要的美国支持 现在也受到不断在改变的 政治风向摆布 我们用来看到卡内基国际和平津津会的军事分析家 考夫曼 他分析认为未来的两到三个月 或许是基辅在今年最艰难的时刻 那从图卡上 您可以看到他分析总共有六点的挑战 分别第一是战场 乌克兰现在采取弹性防御策略 放弃了部分领土 但是除非基辅能够出奇制胜 否则呢 莫斯科无疑就会赢得漫长的消耗战 再来看到是电网 乌克兰八层火力发电厂 三分之一的水力发电厂都被摧毁 那接下来的冬天就很难度过 第三提到的是军火 本来已经处在严重劣势的炮弹储备 现在持续在减少 那以及防御攻势 乌克兰呢太晚建立防线 不过这情况在这几个月确实也是有改善 第五个是扩大征兵 他认为说乌克兰现在兵源不足 而且还没有足够的场地可以来训练这些新兵 那最后他提到就是武器了 虽然北约答应原屋的武器陆续到位 但是北约自己的军工产能就不足 所以根本也是供不应求 那如果再加上刚刚叶老师帮我们提到 11月的美国大选 这综合研判 今年底大家预测应该就是这个 俄乌战争最重要的转捩点 是吗黄老师 大家说今年的年底是最重要的转捩点 其实就是因为美国的总统大选 而且一般的判断 当然大家都认为说川普如果当选的话 大概美国对乌克兰的直接援助 倒意援助可能都会减少 那就算拜登当选 但是拜登是不是希望俄乌的这样的一个武装冲突 继续下去呢 很多人也觉得说 既然拜登已经好不容易胜选了 让他第二任可以继续了 那这个乌克兰冲突的这一个 可利用的价值就减少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拜登在当选之前 投票之前 他不能说让乌克兰就地认输 因为乌克兰认输 泽伦斯基认输就等于拜登认输 这个是一个联动的关系 所以从一个理性的判断来讲 当然拜登也会希望这个战争 如果乌克兰现在打不赢 至少拖到选举 我拜登胜选之后 再来看怎么样让这个战争不要打下去了 不然的话美国 你看我们记得今年四月 美国的参中医院通过了这个预算 里面大概就六百亿美元 又是援助乌克兰 六百亿美元大家可以算一算 换成新台币人民币大概多少钱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国家 一直可以这样子长期地给下去的 像川普说无底洞 对 所以你看我们看到 当然这个原因还不是很明确 但是德国本来要给乌克兰的援助 现在宣布说先砍半 有人说也是在砍万一美国变天的话 那德国当然先把一些筹码先抽出来 所以我觉得现在变数 围绕着美国总统大选就变得更多了 很多人现在看的是一个武器系统 当然舰长会比我更清楚 包括F-16或者像这个ATACMS 陆军的300公里左右的战术飞弹 或者是空射的巡弋飞弹 意大利 法国 英国都给 问题是这些它不是一个战场上决定性的武器 它可能会在一些小的战役上面 让俄罗斯吃点亏 但是我们怎么知道 俄罗斯不会因此搬出更多的压箱宝 来攻击乌克兰 那更不用讲刚才这个背板上面 讲的这几个大的问题 确实是乌克兰的问题 而且短期内没有办法解决 我们看到美国或者像国际组织发包 什么要重建乌克兰电网 重建到底效果有多少 目前看起来它的进度不如预期 所以我只能说 现在今年底是不是 恶物冲突的转捩点 第一个 美国总统大学 第二个 这些比较指标性 新闻关切的武器 它如果万一起到了 慢关键的作用 我讲万一表示其实不太可能 万一起到慢关键的作用 那或许乌克兰会有一战 那我最后很快地讲一下就是 那如果今年底真的是一个转捩点 可能会怎么样 川普很难预测 所以我就不要预测 预测越多错越多 但是如果今天是拜登胜选的话 有可能什么 有可能是拜登就开始主导 在俄乌之间呢 可以按照现状停火 不是投降 也不是就这样子搞定 就按照现状停火 那未来怎么样 再说 那这样子俄罗斯说实在 它命子也挂得住 那乌克兰呢 我没有投降 战争状况还在继续 只是暂时停火而已 那未来怎么做 说明停火一定停个十年 二十年都有可能啊 对不对 这个政治上慢慢在解决 好 黄老师提到说 这个武器能不能起到作用 我们就来看到 乌克兰准备从欧洲要接收 第一批的F16战斗机之际 现在俄罗斯民营企业 Force公司它宣布 如果第一个击落F16战机的 这个俄军官兵会有赏金哦 1500万卢布 差不多是17万美元 而根据中国军事专栏 三分亮剑的报道 俄罗斯军事专家 科诺瓦洛夫他声称 俄军虽然现在有的 这些空战手段 都是可以拿下F16 但是是不是也有难度呢 请你帮我们分析 现在我们所看到 无论是比利时或者是荷兰 甚至波兰提供的F16 其实跟我们台湾现在 接收使用的F16 Viper 是完全是天差地别 他们用的是F16AB型 是我刚刚讲到的 这些国家太粗 然后提供给乌克兰使用 而且乌克兰在使用F16的时候 它有个最大的困难 也就是因为它原来 都是使用的俄罗斯的这些装备 然后它的 无论是它的料配件 或者是它的工具的尺寸 都跟美国是不一样的 那也就是它的仪表的配置的位置 也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们讲到这些飞行员 它原来可能是飞米格 米格29的 它去飞 它要先做 先学一件事情 学英文 它要先学英文 它学完英文之后 但是我们想一想 这个两年 就是从开战到目前为止 打了两年多 可是美国真正同意 输出F16给乌克兰 也是最近一年的事 一年的英文 可以学成什么样子 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谱 不过这个无论战场怎么样 也就是有关于认知作战 绝对不能输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 已经可以看到这一架飞机了 这架飞机就是F16 F16我们已经看到了 它的尾翼 那个上面 它直接就是蓝天跟黄土地的颜色 这个其实就是乌克兰的颜色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飞行员 它的背后 这是乌克兰的国徽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好像已经获得 但是其实他们有在练 有在用F16做训练 可是实际上还没有进行作战 那当然他们有很多的说法 就是现在 如果F16出现在俄乌战场上 是什么样子 我们直接比对一下 这个F16其实是这边 它的跟苏凯35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落差 我们现在看苏凯25 它的速度可以达到2.25马赫 那如果说F16的话 最高就是2马赫 那我们如果说 看一下它的推重比的话 F16就是1.08 那但是我们如果说 看到这个苏凯35的话 是1.30 意思是什么 意思也就是 它有非常多推力的余裕 什么叫推力的余裕 就是我们在电影里面 或者是很多的这些行展里面 我们看到包家欺负眼镜蛇是 也就是它这样飞飞飞 突然啪这样子 像眼镜蛇这样子飞起来 这样子飞起来 真正的战术意义是什么 就是原来他们在狗斗 狗斗 在后面追的时候 我一个包家欺负眼镜蛇 难道你后面这个直直撞下去吗 当然不是 立刻闪开 可是你一闪开的时候 就变你被我咬下去了 那也这就是战术战位的 一个方式的差别 那另外它还可以像落叶飘一样 那就是好像像一个叶子 在空中飞一样 那问题是 F16它没有那么大的推力 可以做这样的事 而且它的空气动力的设计 也不允许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也就是说 F16在这种旧型的F16 它在战场上遇到苏凯30 遇到苏凯35 甚至它搞不好还遇到苏凯57 那也就是它其实 占不到什么好处的 另外如果我们 当然现在的战争 你说真正狗斗的情况 多不多不太多 我们讲的是四居外决战 那四居外决战 决战于哪里 决战于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有关于你的雷达的搜索能力 那我这里看到 这画出来的是苏凯30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雷达的搜索的距离 远远大于F16 那也就是 在F16还没有发现苏凯30的时候 苏凯30已经发现F16了 那所以也就是 那另外以飞弹的拦截的距离的话 也是这样 AM120这个我们台湾也有 那这是F16使用的 那他还没有到达他的Engage 就是他接战的距离的时候 事实上俄罗斯的飞弹都已经可以掌握F16了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四居外决战 当然四居外决战还有另外一个 我相信我们很多专业的观众 会提到说 现在要提供给乌克兰预警机ASC890这种 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他们称呼叫做像平衡目 它其实就是平衡目一样 就是小时候做运律 做体操的平衡目 那这一种雷达没有不好 它在6000公尺的高度 它可以搜索500公里的这个范围 它只有在前面跟后面一个小小的角度里面 它搜不到 不过它那个雷达波没有办法搜索到 但是它可以转向 所以我们这样讲 虽然我们看到了乌克兰 好像是获得一大堆军援 但是它的人没有准备好 刚刚老师已经说过 那个就是五十几岁要上战场 那就是我这个年龄 而且年龄还有更低的 就是低于二十五岁 甚至十五十六都在预备 所以其实那个没有办法 对啊就是 这个奖金看样的俄国人是领定了